缅甸政变 缅甸政变至今已经持续两个多月 上报引述援助政治犯组织数据统计 截至本月11号 已经有706个人遭到军政府杀害 居留人数也已经多达3059个人 苹果日报更引述消息指出 缅甸军事政变引发民众大规模抗议 当局以血腥镇压应付 除了已经夺走超过700条人命 还传出军方要求死者家属支付12万缅甸币 才能取回遗退 报道提及CNN消息 缅甸军方9号又对仰光东北部的城市 博库展展开镇压 光是这一天就有至少82名示威者丧命 军方甚至还用手榴弹火箭炮攻击抗议民众 有民众表示 缅甸军方将网络整个切断 而且还一直在附近搜寻示威者 当地的停尸间也堆满遗体 自由时报指出 缅甸军方除了持续血腥镇压各地的示威者之外 另一方面也不时有消息传出 民兵组织杀害军警 缅甸当地媒体就有报道表示 位于印度跟缅甸边境的石阶神塔木镇 本月10号就有至少18位士兵死亡 但是军警也持续镇压示威者 使用榴弹发射器 枪械以及炸药等各式武器对付示威者 甚至轰垮示威者的路撞 而示威者可能为了报复 也有人将手榴弹丢进军用卡车里面 炸死士兵 缅甸民兵组织库金民族军 也在上周六晚间发表声明 证实有18位士兵在行动过程之中 被示威者以及库金民族军杀害 尽管如此 中国跟俄罗斯似乎没有要压制缅甸军政府的意愿 中央社报道 欧盟高阶官员11号表示 中国跟俄罗斯正在阻挠国际社会 对缅甸危机的回应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 波瑞表示 俄罗斯跟中国阻挠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对缅甸军政府实行武器禁运 不过他对此并不意外 波瑞表示 缅甸的地缘政治竞争 确实使得各国很难达成共识 但是缅甸政变实际遇害的人数 可能永远都无法水落石出 其实缅甸动荡持续根据中时电子报 有人分析人士指出 俄罗斯依旧在扩大对缅甸武器的销售 并且坚定支持军方领袖 敏昂来将军 预料俄罗斯方面将会透过军售 进一步扩大在东南亚的外交野心 美国之音引述 珍视资讯集团曼谷安全分析师 戴维斯的说法指出 莫斯科除了希望促进跟东西的关系之外 莫斯科显然也希望通过武器交易 强化跟缅甸军方的关系 主要向空军 其次向陆军销售武器 根据路透社消息 目前被军方关押的缅甸全国民主联盟领袖 昂山素姬又被加控一项罪状 他的律师明敏俊表示 昂山素姬今天以视讯方式参加法庭聆讯 他在被加控一项跟自然灾害管理法有关的罪名 报导表示控罪与新冠病毒疫情之下的规则有关 明敏俊表示昂山素姬在向法庭要求 希望他可以亲自跟律师会面 而根据了解他下次聆讯的时间 将在本月26号举行